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 4月18日为了支持社会精英积极参与竞选 以有效把持手中选票为题的座谈会 在英龙传媒公司文化中心召开 本次座谈会由29选区候选人 前美国海军指挥官Joe Samus竞选团队主办 英龙传媒公司协办 当天Samus在会上表示 作为海军退役指挥官 他竟可以享受优越的退休生活 但在亲眼目睹了国会精英们 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 背离纳税人的初衷之后 他决议挺身竞选 他指出人民理应由最杰出的人出面代表 会后Samus就与会者的各种提问侃侃而谈 直述了他在诸如国防开销 移民改革 国际关系等重大议题上的独到见解 凤凰卫视时期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